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萨该 做碎里长 是个财主 耶利哥这座城 处于沙漠中间的绿洲上 草木葱又 是个旅游圣地 耶路撒冷的冬天 有时会非常冷 甚至于偶尔也会下雪 但是耶利哥在冬天气候宜人 白天通常晴朗 一年的降雨量不到两英寸 然而因为它低于海平面 1100英尺 各种泉水和小溪流汇聚在此 所以水泉和泉眼密布 淡水丰富 加上气候温暖 即使在冬天 白天也达到华氏80度以上 适合植物的生长 中年可以耕种 在耶利哥周围 种植有优良的甘菊类水果 和各种其他水果 这个地方成为 很多有钱人隐居的理想选择 他们在这里修建过冬的别墅 所以这里税吏很多 因为税吏都很有钱 法利赛人也不少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萨盖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 前面讲的那个瞎子 当然说 是拿撒勒人 耶稣经过 他知道耶稣是谁 这个税吏却不知道耶稣是谁 但是很好奇 因为看见大群的人在跟着走 他们到底在跟从谁呢 他是什么人 只因人多 他的声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一个矮小的家伙 在人群之外 什么也看不见 又不敢挤进去看 因为人人都认得他 痛恨他 他是个人民 头号公敌 是税吏们的头儿 要是他敢走进人群 挤过去看耶稣 一定会被打死 他要是争取了 那群人肯定会用胳膊揍他 用指头挖他 掐他 够他瘦了 所以他知道好歹 不到人群里去 当他看见耶稣 沿着街道向前走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并从那里经过 他就想看看这耶稣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就趴在树上等 出乎他意料的是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萨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有趣的是 虽然萨该不认识耶稣 耶稣却认得他 并且叫他的名字 约翰告诉我们 耶稣用不着 谁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知道万人 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他知道这人心里所想 耶稣本来可以 不经过耶利哥 去耶路撒冷 有很多其他的路径 我认为他经过耶利哥 正是因为知道 这个人的心向往神 我认为他绕这个路 就是为了遇见萨该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大概萨该知道 这会得罪法利塞人 所以到这里 他家的门就关上了 我们没有被带到 宴席上去 也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 但是毫无疑问 耶稣住在萨该家 开始给他讲 神国的事情 也肯定在给他讲 生命和生命真正的价值 探索他的心和灵魂 我们和人群 站在门外 只听见法利塞人低声议论说 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门外 众人成群 议论纷纷 等着耶稣出来 他们或许听得见 屋子里不时地发出震震大笑 有人会问 哦 你认为耶稣很爱笑吗 这个我敢打赌 我认为他极其幽默 我想象中 他并不总是不苟言笑 可悲的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时期 把严肃和信仰画等号 笑成了不前进的象征 所以牧师们的形象就成了 穿黑色的衣服 声音低沉 严肃 冷峻 像这样 早上好 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啊 多么虔诚的一个人 如此庄重严肃 我认为耶稣是个普通人 我想象 他拍着门徒的肩膀 和他们谈笑风声 他是个非常有人缘的人 当然 门外的人也有听不到里面的笑声 屋子里安静的时候 那是耶稣在探索撒该的心灵 引导他 教导他 然后门开了 撒该站在主面前 他身材矮小 所以应该是仰视着他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里有两种理解方式 我们英皇清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这样 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认得我 因为亚伯拉罕见证了我 他亲眼见我了 他们说 你还不到五十岁 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亲眼见你了 耶稣说 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了 然后耶稣又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而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不要那样说 你们难道不明白 只要他愿意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吗 有信的人是信仰的种子 亚伯拉罕是父 所以我们通过信仰 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成为神 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的继承者 那些承诺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 信仰神的人的精神子孙 我们是他的长子 你们不可走极端 像某些人所说的 教会就是指以色列人 不对 教会不是以色列人 神将要按照他所承诺的 来对待以色列民族 然后耶稣对 窃窃私语的人群说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 失丧的人 你们在早查 你们因为我做罪人的客人 就说三道四 但他不就是 我要来寻找 来拯救的人吗 众人正在听见 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为他们以为 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 众人都听见 撒该说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那么耶稣是认可了撒该 不是吗 他对那个年轻的观说 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但是撒该所说的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救恩到了这家 所以你们看 不是说非要我变卖一切 跟随耶稣不可 而是说我不能奉财产为神 不可侍奉恶主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财神 耶稣因为他们将近耶路撒冷 而且注意 他们以为神的国 马上就要显现 他已经告诉他们 我将要受凌辱 受摒弃 我将要被杀害 被人吐沫在脸上 所有要发生的事 可是他们仍然以为 神国马上就要到来了 所以耶稣给他们设了个比喻 想让他们明白 在神的国建立起来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有意思的是 耶利哥是阿奇利斯 盖造他的王宫的地方 阿奇利斯是这一地区的 罗马行政长官 在此之前 他曾去罗马 想要得到王的封号 因为他觉得 行政长官这个头衔不够大 所以想要索得王号 那是只有罗马议会 才能授予的 所以阿奇利斯就去罗马 接受王号 回来好住他的王宫 统治耶利哥地区 当他去罗马的时候 就把职责留给几个属下料理 他交给他们资金 好让他们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却有其他密使到罗马去 在议会说他的坏话 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王号 议会连他行政长官的职位 也给免除了 所以阿奇利斯很倒霉 后来的西律也一样 抱着同样的希望到罗马去 结果却被放逐到西班牙 不是西律王 而是他的一个儿子 安提帕西律 所以可能耶稣是在借用一件 不太久远的历史事件 设了个比喻 众人都知道 阿奇利斯离开耶利哥 到罗马去受王号这回事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顶银子 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这也是耶稣对教会的指示 你们去经营 只等我回来 我们不应当什么都不做 说 好吧 主就要来了 学业完不完成都无所谓 做不做这个生意都无所谓 我们等着就行了 因为主就要来了 我们不应当这样计划 我们的生活 我们出去把信用卡的钱 全花掉 反正主要来了 我们也不用付账单 我们不应该基于 对主在某个特定时间 降临的预测 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我们应该继续经营 直到他降临 但是同时 我们知道他会在任何时刻来到 所以也不要过分沉迷于生意 而不能在短时间内 抛下世间的事 因为我或许 不得不这样做 我应该把我拥有的时间 明智地用在服饰主上 我应该继续经营 直到他来临 而不是坐下来说 好吧 主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来到 啊 赞美主 然后就开个光荣的 哈雷路亚的聚会 等着主来带走我们 不可能 我们要经营 要努力工作 直到他来临 交给他们十顶银子 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 做我们的王 这正是耶利哥人 派人到罗马议会去说的 我们不愿意 阿奇利斯做我们的王 他既德国回来 就吩咐 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阿奇利斯却并没有德国 他既德国回来 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顶银子 已经赚了十顶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自己在最小的事上有中心 可以有权柄管石做成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顶银子 已经赚了五顶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顶银子还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放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回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顶来 给那有十顶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顶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那些说过 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王的人 他们将被审判 并被毁灭 但是那些他托付给财务的仆人 将要根据他们所作所为 把财务管理的如何 受到裁决 有意思的是 他们得到的报酬 是在王国里做统治者 当主来到地上建立王国 顺情上说 我们要和他一起统治地球 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里写道 那德顺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不用铁杖挟管他们 实际上在启示录第一章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启示录第五章 你配拿书卷 配解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所以说教会要和主一同 在地上执掌王权 至于管五座城 十座城 两座城 全看我们作为主的管家 对主交给我们管理的财务 是否忠诚 我不知道怎样才配去管理夏威夷 可是我正朝这个目标努力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你们看 他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做这个比喻时 他们正在爬坡 因为他们以为神国立刻就要到了 不 就像那个到远方去德国的王 当他后来回到家 问他的仆人 他们把他的财产管理的如何 那些送信去说 嘿 我们不愿意他做我们的王的人 就要被杀掉 现在他们已经接近耶路撒冷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 你得从海平面以下 一千两百英尺 升到海平面以上 两千七百英尺 是很费力的一段坡路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前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批驴居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人问为什么解他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驴居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驴居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他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住民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福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尘 就为他哀哭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耶稣骑驴 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 使我们想起 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预言 耶路撒冷的民 应当大大喜乐 应当欢呼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但是他千千何何地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于是骑驴而来的就是王 注意 他骑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 又一次表明了 他是万物主宰的身份 从没有人骑过的一头驴鞠 他骑着 当他们正往城里去 门徒们就开始大声诵读诗篇 有关弥赛亚的第118篇 如果你们仔细研读这篇 就会在第22节 发现有关耶稣的预言 这样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当所罗门建造神殿时 有故事说 所有石料都是从神殿 所在的山上开采来的 实际上 在圣殿以上的摩利亚山顶上 今天仍可以看见那个采石场 如果你进到他们称作 所罗门采石场的地方 可以看到大量的石料 就是从这里开采 用来修建圣殿 由此在耶路撒冷的下面 形成了这个巨大的洞窟 这个洞窟最终变成了 处于耶路撒冷城墙 和摩利亚山之间的古地 后来被称为骷髅地 正是因为开采石料 而被挖空的缘故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山中的一副骨架 据说每采一块石料 上面都标上记号 然后被放置在固定的位置上 连灰泥都不需要 因为在电纸上 不能够有泥产 或其他工具的声音 所有运来的石料都是成品 不允许再次加工 每一块石头 都是根据图纸测量 编号标示好 才运到垫纸上 工人只需把它们叠起来 据说有一块石头 他们不认得 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以为采石场出了差错 于是把它放在一边 工程进行了许多年 最后终于要完工 落成典礼的时候 他们发现还少一块石头 就是圣殿的 仿角的头块石头 所以工人就送信给采石场说 我们准备落成了 可是还少仿角的头块石头 你们赶快送来 采石场那里面却说 我们已经送去了 这面工人说 不可能 我们没有这块石头 那边说 看 这是我们的记录 我们已经送过去了 最后有人找到了这块石头 周围杂草重生 他们把它搬出来 就是那块工人丢在一边的石头 毫无疑问 这正是仿角的头块石头了 于是他们就把它放到 它的位置上 举行了落成典礼 故事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是否属实 但是它的寓意在于 被工人丢在一边的石头 原来却是仿角的头块石头 那么耶稣当然就是这块石头 犹太宗教制度的建造者 把它丢在一边 但是 如耶稣所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品不能胜过它 神的国 就要建于其上的磐石 被那些犹太宗教制度的领袖置于一旁 所以 这确实是关于耶稣的预言 彼得提到了这个预言 而且你们都知道 就约最好的注释 就是新约 我们看下一句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什么日子呢 就是神确立亡的日子 接着 赫萨纳 求你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民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这就是门徒们大声诵读的诗篇 赫萨纳 赫萨纳 祝福那奉耶和华民来的 因为法利赛人知道 那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 他们开始指责门徒 或者告诉耶稣 你最好禁止他们 耶稣回答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当时耶稣正下橄榄山 俯视吉伦西 在溪谷的正对面 远远望见耶路撒冷城 另一面 圣殿所在的摩利亚山 耶稣看见城 经不住掉眼泪 他说 要是你知道多好 尽管你 至少在你的日子里 在耶和华所指定的日子 在他们应当高兴欢喜的日子里 至少在这天 罢不得你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 罢不得你知道神和人达成了和平 罢不得你知道只要你把生命交给神 祂会为你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到现在你还看不到 那么他首先哭的是他们的蒙昧无知 其次哭的是无知的结果 那将要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悲剧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逐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耶稣描述的是提多率领的罗马军团 在这之后不到四十年 围困耶路撒冷毁城 杀人一百万 耶稣遇见了废墟的残景 祂说 并要扫灭你 西律王所建的壮丽的圣殿 将被移为平地 没有一块石头不被推倒 所有耶路撒冷宏伟的建筑物 都会被毁坏 耶稣望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为他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哭泣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这是主所定的日子 这是主所安排以色列的救赎日 这是向人解释弥赛亚的日子 在这天到来之前 耶稣不允许公开宣称 他为弥赛亚 他在私下的场合给别人透露过 但是他总说 不要告诉任何人 走你的路 不要说出去 但是这一天 他鼓励人们的欢呼 他是为实现 撒加利亚的预言做准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是历史上 弥赛亚来到的日子 对我来说 重要的是 这一天距离公元前 445年3月14日 亚达薛西王下令 重建耶路撒冷 正好17万3880天 根据先知 但以理所预言 从初令重建 耶路撒冷 到弥赛亚到来 必有7个7和62个7 在巴比伦历法里 也就是483年 或17万3880天 一天都不差 刚好公元32年4月6日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但是他们并没有欢喜 而是鄙弃他 耶稣知道自己要受鄙弃 并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远望耶路撒冷 为众人的愚昧无知 为因此而降临的灾难哭泣 耶稣进了店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我想 要是耶稣今天到他的教会里来 也得做不少清理 他必把那些电视步道家们 治疗师们 寄出的骗人的电脑 写的信件通通撕碎 在我收到的许多这类信件中 当然免不了来自 信仰传教团 信仰电台 信仰这个那个 总之名字当中 都有信仰这个字 这些信件通常都是要钱 这时我不禁要问 他们的信仰在哪里 在人还是在神 如果这些人愿意用他们 了不起的信仰 把神的全能和工作带给你们 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信仰 来维持他们的豪华喷射客机 而要靠寄邮件和其他的花招呢 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耶稣说 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我感谢神 我不和那些人一样 你们看 做正直的事是不容易的 多么可悲 那些用耶稣基督的名义 所做过的事 那些正在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做的事 教会募捐的花招 引人的各种专业的策略 真是可悲 真令人难过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 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远离 为个人私利 而过分扩张的陷阱 如果我们想要维持那些 不是你要我们做的 而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野心 或需要而做的事情 那么就让我们受到经济压力 主 我们感谢你 对我们各个他教会需要的 大量供给 感谢你 主 你给我们太多 以至于有盈余 因为这盈余 我们能够把你的教导在全世界广播 但是我们只依靠你 而不用张口讨要 天父 我们多么感激你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在工作 这都是你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主 你给我们大量的供应 使我们不必第三 下次的用各种募捐花招 主 我为那些陷入误区的人祷告 我请求你 使他们知道 他们的歪曲 欺诈和谎言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不义 使他们真正信任你 而不要进行那些野心勃勃 而不能带荣耀给你的计划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 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 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刺耳听他 耶稣受到百姓的欢迎 他们都专心聆听他讲道 但是那些当官的 却在密谋除掉他 到这里 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事件 政治向密谋 出卖的借口 逮捕和十字架的受难 但接下来的两章 我们会读到很有意思的内容 在乘坐橄榄山谈话的 第二十一章 耶稣讲到末日的征兆 和他光荣降临 建立神的国 那么下次 我们讲第二十 二十一章 我们每次开礼师会 头一件事 总是一段圣经和做祷告 之后再回顾上次会议的记录 然后是会计做报告 最后是赞美和礼拜时间 我们赞美主 供给我们各个他教会的需要 他的供应实际上 比我们所需要的还多 使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职责 不断地扩充发展 他给我们的传播神话语的使命 这些祷告的结果就是建立 今日圣经的广播 我们还正在和蒙特利卡罗的电台 谈判购买时段 他们电台的功率可达100万伏特 覆盖整个欧洲和北欧 我们也正在计划 在远东广播公司 电台上广播 他所覆盖的区域 包括整个菲律宾地区 中国的大部分 直到印度 我们还计划使用一个覆盖 整个南美洲的南美电台 我们正在不断地扩展 传播神话语的执任 把神的话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民 使神给我们的祝福 也成为别的地方人民的祝福 能够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去 认识成千上万 通过学习神的话 听每天半小时 今日圣经广播 而受到祝福 成长坚强起来的人们 真让人激动万分 正是因为神的恩赐 使我们能够进入覆盖全球的电台 所有这些就在此地发生 神给我们盈余 用来扩展祂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个月开理事会 都有一个很好的赞美时间 我们赞美主给我们充足的供给 正如祂所说 祂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要的 祂的确这样做了 我们为此赞美祂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保佑你们 在这一周引导你们的生活 愿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得以丰富 愿你们在处世和与神的团契方面 不断进步 愿你们进入完全在圣灵里面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